嗯 您好 不用展示一下 您好 小姐怎么称呼 姓王 姓王啊 我怎么叫你叫小王吧 你可以叫这个 易小姐 哦好 我叫李坚 然后微信叫范三斤 所以你叫我叫三斤 就演OK 平常朋友都这么叫 不先点个单 你是做IT呢 投资 投资 那你应该不知道我做什么的吧 你可以自我介绍 先菜单来 嗯 一份酥果沙 酥果沙 嗯 主食你能吃吗 晚上 我吃的不多 点点甜品吧 OK 一个芒果芝士蛋糕吧 那个芒果芝士蛋糕 OK吧 饮料你这边有什么 酥达水的 酥达水也行 你要不要来点酒啊 我不喝酒 我不喝 我开了车 我也开了车 喝酒 那就酥达水吧 哦对了 我是我是公务员 在 深圳 规划自然资源局 嗯规划局 对 哎你了解吗 嗯值得 为啥 因为我们做也做一些政府项目啊 嗯 那 你哪里人 你觉得我像哪里人 我觉得你像北方 啊 你自己猜 是不是啊 先说是不是 那么不是我猜 我等把18个小孩猜了 你 你都告诉我不是 他的偏力比较大 那那就不 不是北方的 哎呀 贵重 精华 浙江吧 嗯 哎呀 对啊 精华我就知道火腿 但是说实话 你们精华火腿我吃不太贵 哦本地人都不吃 本地人都不吃 好吧 永小说的 说火锅就是重庆 说火腿就是精华 啊反正就感觉 对对对 说粽子就是五方斋啊 嗯 但我感觉好像 五方斋的粽子 还有精华的火腿 我都好像吃过死太贵 不过比较挑食 西班牙的来自 是不是 来碰个杯吧 感觉虽然 行 好吧 不过你也不喝酒 我是江西人 啊那算半个老乡 算吗 啊 确实离精华成绩 对啊很近啊 每次我们开车回去的话 就会经过江西 嗯 嗯 所以您输什么呢 兔子 兔子 你是想问年龄吗 哈哈 不用告诉我 但我就没想到 看起来就是有这么年轻的兔子啊 嗯 应该是久久的 嗯 会说话 嗯 那你本身学什么专业 工商管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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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所以MBA和工商管理是什么关系 MBA应该属于再往上一级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学的这个主营课程而已 很多企业家伙就是会去修一个 那你大学在哪上的 大连 大连大连理工吗 大连理工吗 我猜一下 看看能不能猜得到 因为我正好前几年去过大连 大连外事专修学院 还是不如寡闻啊 你多大 我 嗯 你感觉我身上多大 不是80尾就是90头 好 那我心话怒放了 可以 我算一下 你妈 你读 大学那回我应该已经 毕业了 毕业 那你差不多83 你83啊 对啊 属租的 嗯 我不知道你 你研不研究周易啊 你信这个 不完全信 但也信一些 说我呢 因为海某威三合啊 就是 猪兔羊是三合局嘛 所以呢 除了我就是兔以外 我就只关注其他三个生肖 嗯 我现在的合伙人就是83年了 对合伙人吗 不是讲错了 他是95年的猪 乳猪 然后呢 然后合作起来就特别 顺了 嗯哼 反正据说是 比如说哈 你们做成一件事情 需要十个条件 然后呢 有了三合局呢 可能你只达到九个条件 然后就把这个事做成了 嗯 别人跟你说的 还是你自己会去 别人说的吧 那你平常会看一些 比如说关于这种佛教的 或者 道教的书 就是把我所有的经我都看 哇哦 因为我觉得 嗯 每一件事情 就包括这种周易 它不能说是迷信哈 但是呢 嗯 就是你对每件事情 都要进得去出得来 你不能每天说出门 我今天算一挂 啊 如果挂箱不好 我就不出门了 对吧 嗯 嗯 就是你可以 先知天命 我觉得这是好事 但是 重大还是近人事 嗯 你要问我 信奉什么 我就信奉一条 就是自然规律 嗯 嗯 我觉得一切都是可以 通过 人为的努力 去改变的 但是自然规律 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嗯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女生 就是 这么理 怎么能这么理智去看待 没有 是因为精力多了 宗教与科学的这种关系 并且把那种人和在一起 学学的镜头就是科学嘛 啊 科学镜头 啊科学的镜头就是玄学嘛 对 我以前老开玩笑是吧 我觉得我自己超完美 完美在哪 就是 因为我的 这个生肖是兔嘛 嗯 但兔子呢就是比较 内向 但是兔子很善良 对吧 但他不擅长社交 但是我的新作 我刚好是12月份神的嘛 我是射手座 所以呢 兔子加射手 嗯 就是很完美了 头一次把花仙说得 这么理直气出来 我是一个特别不按 厂里出牌的人 就是我从 上大学我要选什么样的专业 我是一 一开始就是有很明确的目标 嗯 我想干什么 我喜欢干什么 然后我才去选的这个专业 这个学校 所以你在高考前志愿的时候 你已经去了解过这个专业是 其实高考的志愿并不是我喜欢的那所学校 嗯 但是 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了 但是我都已经 我当时还是改了 教育校 是 改了学校 我当时是被温州大学给录取的 但是他那个专业好像叫个什么 电子信息吧 嗯 当然放在今天我觉得可能也比较牛哈 但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去学这种电子信息就 嗯 不太符合我的性格 嗯 就天天敲键盘 有点大材小用了我觉得 然后后来我就 在想 那我如果不去做学校我想干什么 我喜欢干什么 然后当时 我想来想去吧 我当时就是喜欢追星 那我就去找一份跟明星能够接触的工作呗 对吧 然后我就想了什么样的专业 或者你什么样的工作类型 嗯 能够让你接触到 嗯 其实那个年代 嗯 我们会觉得空姐还是比较高大上的 嗯 而且如果在国际航线的话 是比较容易见明星的 嗯 然后后来我就定了一下 我说那我就去考空姐吧 当时是一千多人面试吧 反正后面录取了十一个 然后我就被选上了 但身边上了呢 学校就不干了 因为你得完成学业啊 你又不能去上班 对吧 然后我又跟家人商量 你在这边读三年 你最终 你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去机场上班吗 然后我现在可以省去两年 我直接就可以跳到最后一步 我为什么要回过头来再读两年 嗯 因为过程一点都不重要 结果就是我进去了 哦进去了 然后我还如愿地去到了国际部 然后 我第一天上班就见到成龙大哥 完全 这是让我今天别开身面的 自己完全没想到还是至少青春期 球学阶段可以这么搞 那又是什么原因 然后让你去又离开了这个 我大概就工作到08奥运 有一年多了吧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激情了 就是我已经不会再对明星来我们贵宾厅 我会很兴奋啊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反思啊 那你为什么对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没有了激情 那说明这个不是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死掉了 我就说嘛 就是我是一个很果断的人 嗯 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明确了这个目标 我就会拼尽全力地去做 去达到它 嗯 所以你喜欢 你会让你觉得你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觉得最起码在精神上面 思想上面 是能够一致的 所以说 呃 困住你感情的 或者阻碍你感情的 肯定不是说 找不到跟你交流一直的人 对 嗯 对 那是那你觉得 首先就是我觉得吧 我是个外贸协会的 嗯 就是 那帅成什么样子 不是说帅成什么样子 因为我觉得男生比女生简单多了好不好 就是你不要求你长得有多精致 但是只要你整体打扮比较阳光啊 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就是阳光帅气的还是那种 那肯定是要比较 还是那种看上去比较 开朗嘛 对吧 如果能够 文质彬录雅的 开朗 嗯 我想说我想 其实开朗的 卢雅的 我都喜欢 哈哈哈 可以切换吗 嗯 所以你之前谈的 至少在长相上也应该都达标的 每个都超帅 对吧 嗯 怎样又能跟你聊得来 又能跟你 聊得来是 可能第一次就是 你看对眼了 因为他帅 并不代表你俩聊得来 没怎么聊啊 但是你后面如果发现聊不来 那就 嗯 再见 那之前呢 都是后面的人 聊不动了 然后 嗯 不是 是因为 他如果 我刚才有讲话 每一个前任 都会让我更加了解我自己 对吧 那当你 呃 越来越了解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个男人 是不是你想要的 嗯 如果不是那就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对吧 可以找下一任嘛 嗯 对啊 嗯 好 你觉得 至少是现阶段 你觉得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我原先是 这两年我没有打算找 嗯 然后我想找什么样的呢 我心里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的 哦 就是你如果需要一个你能够拿得出手带得出去的人 你得跟他相匹配 否则你就会带不回来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 我明确呢 我明确了我的目标 我要找什么样的人 所以首先我得先成为那样的人 你现在在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对 就是说你所谓的你现在要达到那个类伍 那这个类伍的男人是怎么样的 我一直都觉得人生当为人节 对吧 你得优秀 然后呢 你要做人 然后是做好人 对吧